《猫头鹰》总在黄昏时起飞 大家好,我是尤诺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千万年轻人,尤其是小艺术家们 最喜欢挂在嘴边的词 解构主义 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呢? 原因是我看到前几天 几个在英国的小留学生搞了一个行为艺术创作 在东伦敦著名的涂鸦墙上 涂上了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覆盖了墙上原有的涂鸦 包括一个艺术家对自己已故朋友的纪念涂鸦 这件事爆发以后呢 引发了各方的愤慨和非常复杂的反应 今天我们就来唱唱反调 来说说为什么其实这个小留图墙的作品啊 是很伟大的后现代结构主义艺术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这位名叫一确的小留学生呢 在自我介绍里写到自己是 罗格斯主义也就是逻辑中心论 三个字错了两个 我刚看到还糊涂呢 这罗格斯是罗格斯大学吗 罗格斯大学有主义吗 而且这罗格斯大学是怎么得罪他了 好吧正经一点 观众朋友们你们很可能在生活中见到过很多张口闭口 各种巴作尔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名词党 天天张觉就是后执名解构存在主义 闭口符号于你相 后变在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 你是不是被唬住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其实呢我完全不必担心 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而且啊想了解这些听起来很高大上很唬人的词啊 并不难 今天呢我就带大家简单的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解构和后现代主义 首先呢我要说 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性是一个非常不好讲的话题 倒不是因为这些概念晦涩难懂 而是因为他们是对整个西方古典 古典近代现代思想史的一整个回应和对话 如果对整个西方思想史没有基本的了解呢 其实是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后现代主义的 我们不可能用一个十几分钟的视频 去完整的讲完整个西方思想史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请持续关注游弄 我今后有机会会给大家做一个思想史专题 深度解读一下西方文明的历史 好了话归正传 简单来说解构主义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 这个哲学传统这个思辨传统和形而上学的批判 什么意思呢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 德雷达 解构主义的定基人 法国文化偶像 他在1971年的一个访谈里讲到了解构主义 叫deconstructionism 这个呢是对柏拉图以来的 罗格斯中心主义的批判 罗格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 罗格斯 logos是古希腊语 就是理性的意思 也是英语logic 逻辑这个词的词源 理性主义呢 rationalism和理念论 idealism 是西方哲学最根本的传统 希腊时代以来啊 西方哲学家们尤其是自称理性主义的那些 像蒂卡尔 斯宾诺莎 莱布尼茨 康德等等 认为人类啊 天生有直接认知客观真理的能力 这种能力呢就是理性 而理念论呢 就是认为客观世界和真理 具有普遍的客观结构 有一个体系和系统 我们通俗点说 就是认为我们有获得真相的能力 而这些真相的 而这些真相呢 有着具体的结构 比如说物理定律 解剖学原理啊 这些都是典型的理性 对客观真相的理解和认知 所以观察一下近代的这些 自然科学 工程技术 社会科学 国家政治 任何一个学科 我们都不能发现 人们的知识啊 是围绕着理性的逻辑分析 客观实践 而建立体系的 这里就要说到 现代性 modernism 现代性在认知论这个领域 主要是指 在现代社会 也就是17世纪以后 人们用理性的分析方法 推动自然科学进步 来建立起一种 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确切认知 我们终于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了 知道太阳为什么东升西落 地球为什么是圆的 宇宙起源是什么 人们为什么会得癌症 等等这些 当然现代性还在政治 艺术 人们的个体价值 等等方面有具体的体现 这里我们就不细谈了 主要呢 我们谈一谈 我们谈现代性主要是 集中在这个客观 真理的认知这个维度上 所以结构主义就是对这种 理性主义和逻辑中心论的 认知理论的批判 德里达认为 西方哲学对于罗格斯 不加批判就继承了它 注意啊 这里德里达不是在认为 某种结构或者理论是错误的 而是这个结构本身就是不稳定的 是值得怀疑的 而后现代性就是关于 确定性和理性的颠覆和质疑 其实这个在短视频和 社交媒体的时代 我们对此的感受是很深刻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 从所有方面涌来 含混不清 相互冲突 无法理解的时代 所以结构主义就是要 剥离逻辑 给我们的这种思想带来的枷锁 以一种最本真的 或者是不受既定叙事 所决定的视角去理解世界 说了这么多 为什么我说这位小刘的作品 是伟大的结构主义作品呢 恰恰是因为它的无知 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件事 它的艺术作品据他所说 是为了批判罗格斯中心主义 也就是批判理性主义和 现代自由主义价值观 我们来想一下 一个连罗格斯三个字都搞不清楚的人 他怎么能知道他的行为有什么后果 或者别人事实上会怎么看待他 和他的作品呢 实际上啊 现在这个东伦敦涂鸦墙 已经被人二次创作了 成为别人解构他作品的地方了 别人解构了他的解构 也就是说他以一种滑稽的自以为是的方式 做了一件和自己原本意图完全不相关的事情 这不就是对逻辑 对理性主义最大的讽刺和最深刻的批判吗 他用自身实力向世人证明了 哦 原来理性这种能力有些人是没有的 对不起了康德 最重要的是啊 由于他的无知 他的作品完全无法表达他想要表达的内涵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叙事完全失去控制的作者 这不就是最完美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吗 想象一下啊 詹姆斯乔伊斯 麦考克 麦卡锡 托马斯品心们 穷极一生都在追求破坏叙事的结构性和可预测性 而这些这个伊雀同学在年纪轻轻就已经做到了呀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在说啥 这不就打破了一切叙事结构的刻就吗 观众朋友们 我可不是在讽刺 就是认真的说 皆是叙事和意义的不可调和性 回到文本本身去探讨符号和意义的关系 这个就连结构主义哲学家都认为它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语言本身啊 就已经被过去的知识所污染了 一方面我们无法说出摆脱价值和意义的语言 另一方面失去了意义和价值的语言 人们怎么可能理解呢 东伦敦涂鸦给了我一种启示 啊原来这两方面都是可以做到的 哲人们当然做不到 只有蠢才才可以 世界上啊有两种蠢才 一种是知道自己是蠢才的蠢才 另一种是不知道自己是蠢才的蠢才 只有这第二种蠢才啊 才能摆脱价值和意义 想一想啊 当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做一种政治宣传 还是什么罗格斯文化之民 就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意义 这位同学说他没有政治立场 而后现代主义作家像福科 则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政治的呀 所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修饰法 无数个不自洽的概念从四面八方涌来 这位同学以一己之力告诉了大家 任何理论都是脆弱的 那么留下的就只有那读白墙和二十四个红字 符号和语言终于回归到他们最原始的状态 仅仅是笔画 仅仅是颜色 仅仅是音节 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订阅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